中国鱼子酱畅销全球 为啥美国富豪极了 究竟动了谁的奶酪 2019年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消息 美其名曰天朝毁了鱼子酱的标题 执意过来就是在被中国转变为廉价小之后 鱼子酱正陷入丧失其奢侈品的身份 此文一出呢 立刻被千夫所指 鱼子酱又被称作为餐桌黑珍珠 明明人人都能吃得起 本应该皆大欢喜的一件事 你怎么还急眼了呢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下 成为平民小吃的鱼子酱 为何惹怒 视频开始前 请各位看官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两秒钟 强烈推荐并关注一下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鱼子酱在西方国家 素有餐桌黑珍珠的美誉 一公斤的鱼子酱成本 能达到3000欧元的水平 折合人民币快两万了 当它端到人们的餐桌上时 还要翻个6到10倍价格 让黄金钻石自愧不如啊 为啥贵 主要还是因为稀少 虽然三文鱼 大马哈鱼 甚至龙虾的子 都能做成鱼子酱 但狭义的鱼子酱 特指寻黄鱼的鱼子 而全球公认的鱼子酱 最佳产地在离海 这里不仅是寻黄鱼的故乡 两岸的俄罗斯和伊朗 也是鱼子酱的发端地 和曾经最主要的产区 在20多种寻黄鱼中 只有三种能做鱼子酱 并且长到能成熟产卵 至少都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稀有也就成了鱼子酱 珍贵的最重要原因 早在上百年前 鱼子酱就已经享誉海内外了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都在生产鱼子酱 其中 当属于俄罗斯的鱼子酱 最为出名 以前很多食用鱼子酱的 都是一些西方的王室成员 但是随着现在 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 有钱的群体越来越多 吃过鱼子酱的人 也就越来越多 为了能够给消费市场 提供更多的鱼子酱 不少售卖者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使得现在许多鱼鱼的数量 越来越少 1985年里 海三大鱼鱼产量为26000吨 20年后产量仅为760吨 鱼子酱价格也疯涨到 20万1公斤 这样的情形 对于使用鱼子酱的贵族 来讲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在他们看来 只有鱼子酱如此难得 才符合它作为奢侈品的价值 就这样稀有的鱼子酱 被当作炫富的方式 持续了近百年 直到中国对鱼子酱产生了兴趣 由水产科学研究院发表的文章中表示 在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在鱼鱼的养殖和人工繁殖方面 就得到了极大突破 成为鱼鱼养殖最大的国家 中国产的鱼子酱不尽量大 而且质量上乘 甚至超越俄国 而中国的这一突破也意味着 鱼子酱将会因为中国而遍布世界 意料之中 接下来的几年内 全世界都在吃中国出口的鱼子酱 但实者并不知道 事实上 中国的鱼子酱产量从2003年到2016年增长了10倍 时至今日 中国养殖着世界三分之一的鱼子酱 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食品鱼子酱的生产国 而中国鱼子酱生产商正在涌入全球市场 打破了美国贵族塑造的鱼子酱奢侈神话 鱼子酱的价格在六年内下降了58% 早在2017年 美国彭博社的报道中就说到 在巴黎全部26家米其林三星餐厅里就有21家在用中国的鱼子酱 同时纽约的顶级海鲜餐厅和德国汉沙航空的头等舱 用的也都是中国产的鱼子酱 这可不是西方媒体发善心替中国做广告 在一年前的杭州G20峰会上 各国政要菜单上的鱼子酱就出自离杭州不远的一家中国企业 这家企业2019年出口的鱼子酱超过百吨 占了全球市场35%的份额 另外有报道称 来自中国的各种鱼子酱 占了全世界市场的60%到70% 全球鱼子酱消费最多的美国 2017年就从中国进口了130多吨鱼子酱 而当年美国的总产量还不到16吨 如今中国的鱼子酱不仅出口量惊人 也满足了中国吃货们对于这种顶级食物的需求 逐渐进入寻常百姓的食谱中 没有办法 中国制造就是这么优秀 总之 我国让极其高贵的鱼子酱 变成人人可以尝到的美食 可以说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但是说美国的富豪不高兴 不如说是那些奸商心里不好受了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击关注长按点赞三秒 会有惊喜发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